中美贸易谈判刚刚在上海结束 美方代表刚刚回去 结果特朗普就分颠了 据最新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1日发推特 称将于9月1日起 对余下中国输美的3000亿美元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看到这则消息什么感受 我只想用四个字来形容 赫赫分了 而伴随赫赫的感觉 心里甚至连一点波澜都没有 坦率说 我天天看新闻 早已经完全适应了特朗普的出尔方儿 习惯了他的出尔方儿 如果哪天他突然变得很手信了 反而会觉得有些不太适应了 所以当这次贸易谈判后 美国并未从中国手里拿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而空手回去后 特朗普必然恼羞承诺 那么以特朗普的性格 再次出尔反尔 号称要征税 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总的来说 特朗普再次失毁不加关税的承诺 宣告在9月1日进一步增加关税 其根本原因有三个 一 没有得到实质性好处 恼羞承诺 这次贸易谈判 特朗普是寄予很高期望的 他希望中国能快速以高价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他可以快一点把相关区域美国农民的选票拦入怀中 然而中国显然不想当特朗普的冤大头 美国的农产品 中国因为两个原因没有大笔购买 一是特朗普并未兑现 简信华为的承诺 中国把此视为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前提 白宫不对现前提 中国也就不会兑现实际 二是中国不可能为高价买单 必然是货币商家 只有夏连帮下手 那特朗普呢 把解禁华为当成筹码 试图要中国不但大手笔的购买美国农产品 还高价购买美国农产品 那又怎么可能 于是特朗普恼羞成怒了 特朗普的怒 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的做法 不能让他赶紧收集美国农民的选票 影响其选情了 问题在于 你特朗普从来都不让中国耍不停给中国找麻烦 中国又凭什么帮你拉选票 帮助是互相的 不是单向的 特朗普显然把中国想简单了 恼收成怒没用 二 试图进一步采取极限施压措施 迫使中国烂布 特朗普为什么在八月一日如此宣布 是在九月一日开始对中国三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百分之十 并非立刻加征 这其中核心原因 还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达到迫使中国烂布的目的 说白了 给了一个月所谓的缓冲期 然后希望用这个极限施压中国 在未来一个月时间里 迫使中国做出重大烂布 而后达成贸易协议 看到特朗普的这种如意上盘 我不得不说 作为美国总统 怎么能在一块石头上一次一次地绊倒呢 怎么能在一个坑里一次又一次掉进去呢 怎么总是干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 事实上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中美贸易战的结果已经告诉我们 美国极限施压不会有任何结果 甚至会有所反作用 譬如过去中国希望能尽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现在中国适应了 反而不急了 和美国慢慢耗散了 不能达成一个有价值的协议 那就不如没有协议 反正特朗普也是会轻易失会协议 当中国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时 特朗普的极限施压还能有什么效果 可以说没有任何效果 这一点在8月2日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 再次验证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将从9月1日起 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 特朗普同时称 中国在经贸磋商谈判方面 做得还不够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表示 美方称将于9月1日 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 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 背离了正确的轨道 无益于解决问题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如果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美方承担 华春莹还表示 我们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 中方不会接受任何极限施压和恐吓讹诈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我们一寸也不会烂布 我们希望美方能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 纠正错误 回到通过平等和相互种种基础上的 戳判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上面华春莹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 又耍无赖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你要加变加我们也会反制 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至于这种小儿科的极限施压与恐吓讹诈 没用 一毛钱的便宜都没有 如果现在还不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 纠正错误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在我看来 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醒悟 真的是非常的迟钝 他可能现在还无法明白 中国为何越来越较真 越来越让他难以把握 其实特朗普哪里知道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坦率说 现在特朗普应该明白的是 中国现在对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根本不抱太高的期望 换句话说 如果特朗普政府依然不拿出诚意来谈 那就让事情脱下去好 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与其谈一个不靠谱的协议 或者可以随便被撕毁的协议 不如保持耐心 边谈边打 边打边谈 最终就像抗美援朝战争时的那样 上甘霖一战一举定前空 三 美股涨多了 特朗普压力小了 又开始做了 特朗普之所以现在如此随意 就又放出了加税的炮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 美股前段时间 在中美贸易确定重启谈判后不断上涨 后来甚至创了历史新高 这让特朗普有了进一步折腾的底气 如果美股破位下跌 贸易谈判不谈下去 股票就会持续大跌 那么他就不敢随便放炮了 现在股市又涨上去了 他说饭就制如了 说白了就是特朗普知道 哪怕他发出加税的推特 威吓中国接下来一个月时间里 他也有宠服的时间 改行一折 即如果股市下跌的厉害 他干脆收回自己说的话 继续谈就是 反正说好下轮谈判9月份 才在美国举行嘛 这其实就是特朗普的本性 见份插针 能敲诈勒索就敲诈勒索 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信仪优先 而是实验优先 他正是看到了下一轮贸易谈判 时间间隔超过一个月 所以他想充分利用这个时间 来敲诈中国 那么如果中国不吃这一套呢 对特朗普来说 如果需要随时该扣 如果实在需要继续打下去 那就打下去 特朗普这个人 那是能屈能伸 所以根本不在意 所谓信誉是个什么东西 坦率说 看到现在的局面 感觉特朗普已经差不多 被中国给优分了 贸易战之初 中国希望 中美赶紧达成协议 因为那样可以将负面影响 降到最低 所以中国非常渴望赶紧贪成 现在则不同了 变成了美国急切中国不急了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就是再怎么样 中国会很淡定 而且如果特朗普越失衡 中国就会越淡定 其结果将是一个 美国必须拿出诚意 必须做出烂补 否则没得谈 记住 拿出诚意 否则没得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